好 难得上门的客人 喝杯咖啡吧 我不是来叙旧的 我来只是问你一句话 李莉去哪儿了 这么久不见 难道我们不应该寒暄一下呢 再说了 你凭什么认为我知道 李莉是你的表姐 她结婚你不出现 这本来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而且我刚刚问你的时候 你并没有表现出一点惊讶的神奇 这说明你过多或少应该知道学生 陈尚轩 当了大老板果然不一样 社会大学还真是磨练人 最近呀 我总是想起很多学生时代的事情 那个时候的我们 真的好单纯 他们一起哄你 这些我就不想多说了 社会大学也是白你所赐吧 都是一些幼稚和鲁莽的事情 我不会否认过去 但我也不想直播不见 我回国以后为你做了这么多 可你完全都看不到 你心里只有李莉 这件事已经过去很久了 我都已经放下了 何必还要执着于她不放吗 我们言归正转 李莉是你的表姐 如果你真的知道她在什么地方的话 麻烦你告诉我 大家都在找她 李莉还真是厉害 从小到大 她抢走了我的一切 可她却还装作一副 侵告武汉的样子 让你和柳千仁 都为她找了 不要跟我说笑好吗 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说笑 你看看你现在拥有的一切 要什么有什么 有谁能从你身边夺走任何东西 这才是我最可悲的地方 高中时期演了一场舞台剧 明明我才是台上的那个主角 李莉演的就是一个女妇 可她还是轻而易举的 得到了你和丹尼尔的关注 可是为什么我演的明明是公主 却沦落到一个 没有一个人喜欢的地步 每个人或许对自己的人生 都有自己的角色设定 但未必每一样都能实现 也不是每个公主身边 就一定要有王子跟骑士环绕着 你想做焦点 这没有错 但是你不能只懂得夺取 而不懂得付出 这样所有的人都会离开你的 以前的事是我错了 可是每个人都会犯错 难道我就不该有悔改的机会吗 那件事我已经不怪你了 我甚至应该谢谢你 要不是因为你 我可能都不知道身边 不离不弃的那个人会是谁 我跟你之间是你先方的手 现在就算我原谅你 非常感觉 是因为你按照而规则的 我们要听见 你应该跟我们达了 他的这种选择 所以我违相爱 就是什么 如果我们尝试 一段时间 そう 这种选择 你的 所以 我们 感谢观看